上海的这次的疫情特点有几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 它所主要的流行株 还是奥米克隆的BI2 这个株 这个株它的传播熟度是非常快的 比Data 比过去的这个变异株要快 另外它的引力性也是特别强 也就是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病人的占比非常高 所以在防控期来是非常的难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上海从这个早期的引入 主要是传播链还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逐渐出现了一些社区的传播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上海可以说16个区域都有病人 绝大部分的这个社区都有病人的发生 所以它已经是广泛的社区传播 那么这种广泛的社区传播 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单独靠打Data的那种方式 来抗击奥米克隆这种变异株就有很大的难度 它波及的范围很广 所以必须要采取更为果断和坚定的这种措施 那么第三点呢 那么上海它是一个特大的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那么这种特大的国际化的都市 我们在进行防控的时候 不问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比如说核酸检测 一旦去烟检测的时候 对这个层次的组织能力 管理能力 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应的防控的一些能力 都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